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盘对局是向甲联赛当中最后季后赛的决赛 最后一盘决战 然后这盘棋也影响到最后的冠亚军归属 是一盘很关键的对局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这盘棋 对局的双方 红方是汪洋 黑方是赵金城 我们来看看对局的经过 向甲联赛由于现在是快棋 所以更考验双方临场的这种状态反应 对 汪洋这两天加盟了四人队 是的 应该说还是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对 今年他的战绩也非常好 然后他们这也是固然亚军最后决战的第一盘棋 对 兵区锦衣 马八进棋 对 汪洋是湖北队的选手 那么这两年都是商界给了四川队 四川队是等于把郑维同商界给了广东 他又把孟臣给借掉过来 对 借掉了孟臣和汪洋两位选手 所以说他的队伍是存在这些变数 但总来说川军这两天象甲下得还是不错 是的 在19年终于如愿与长首次夺了冠军 是 这个也是形成一个历史上的突破 对 后来我们在底下跟汪洋开玩笑地说 我说你今年下得也不错 给川军得贯也是立下汉马功劳 是的 特别是这盘棋 第一盘 后来我也就是说的有这么一观点 我说首先你加入川军 先是川军成就了你 然后你18年他首夺个人赛军军 对 终于完成了自己的长年以来的一个夙愿 是的 因为汪洋给我的印象有一段棋有点下降 在精神上也是有一点 不能说颓废 反正是有点下滑 但是好像我的印象当中在他 就是您说的那个时期之前 他应该是很厉害的有一段时期 对 然后只是在个人赛当中一直没有能够如愿 最后可能也有一些波折在心理上 对 早年汪洋救的状态比较好 但是就是个人赛冠军的一直没有拿上 终于在18年拿上 所以说自己的心态也好了 有一阵汪洋向甲好像都没撞几盘棋 就特别18年 对 然后但是今年就是19年确实表现不错 我们接着来看 对于泡二平三 就九平八出局 接着刚才的话题就是 先是汪洋成就了 四川队成就了汪洋 然后汪洋又回报 回回去了四川 四川在又年首都相甲军局 对 赵军成黑旗呢 他选择了一个旗马 就赵军成呢 他不愿走长套 然后他凭借自己的对旗的这种 比较 对 比较雄厚的实力吧 赵军成呢 也是后起之秀 毕业于这个南海大学 在大学毕业以后呢 进入了职业的队伍 是 他是大雷人 他由于这个高高大大的 所以在旗坛上呢 人送雅号攻复熊猫 对 起的还是挺形象的 是的 他的招法呢 熊猫嘛 你看那个动作有点笨拙啊 对 但是呢力量很大 好像这个旗风 他也有一点 他我觉得他可能下期 是不是有自己的那种风格呀 就也不是属于那种 特别大套路的那种战线 你这个说的确实是实 就是这个赵军成呢 不走特别流行的旗谱 他有他自己的那个 那套路线 对 他有他呢 对旗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理解 有的地方呢 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有些地方呢 也存在这些问题 是 这番旗呢 我们就来看 布局呢 其实他走的还是不错 主要是中局呢 在跟汪源较量的时候呢 双方这个旗反正也挺有意思的 他跳边马 然后黑方炮出苹果 对 黑方呢 从中路上进行反攻 签制 这个是正确的啊 红方跳正马 等于红方是走了一个单体马的阵型 那么黑方走中炮双正马 应该说是真空相对 马二进三 是的 红方居九平八 黑方居一平二 顺势出驱 对这个地方呢 红方肯定是要封住的 你不封他居二进寺 你不能对居了 对居是空头 是的 你就是这个局面 一掌起这个局一对上这个族 黑方就阵线还不错了 黑方就反现了 所以红方这个封居呢 这种是势在必袭 那么走到这儿呢 进入一个 以往呢 几乎是没有怎么出现的 这么一个终局的对垒 是 比如说终局呢 现在就脱离七谱了 对 到底怎么下最好呢 也很难讲 我觉得反正不外乎就是 足迹几一 马三队一 普华金 对 但是就布局上张老师 像这种布局的话 黑方的效率也很正常是吧 也走得没有什么 觉得有什么问题 你还要再发挥着想进力 不是很正常 黑方的效率是比较高 是吧 红方呢 等于是主动来求变 求变呢 但是呢 它就有点变形 那肯定这个 你知道这个 是这个 对 是这个阵型 对 原来是有这个阵型 这个阵型黑方走马金六 这个阵型呢 是对兵局的阵型 但是这个阵型相比呢 黑方呢更好 我认为黑方 因为它这编码定型了 这个码肯定不是在这好 不如相当性 马尔金四 更灵活 这个码容易受到攻击 这个码呢 看着的位置并不是特别舒展 但是它是安全的 主要是这个差别 但是我们百战术就能看到了 好 黑方呢 我觉得应该走主席经营 可能更为正 对 因为下午马金六嘛 而且将来随时有马三退一 根据需要啊 因为你一补像 我就马三退一都可以 对 因为你跟那个左方方区的阵型 是的 左方方区呢 是这样的阵型 是这样的阵型 对 然后这个阵型呢 马三退一 但是这个阵型呢 马三退一也是可以的啊 如果你补像 我的马三退一也是可以的 嗯 可以 你肩我又反肩 对 爬八进一就可以 因为我 我再回来我也可以 我后手骑吧 对对对 我常队嘛 我这个不叫常吃 对 马一进三属于队 你八退一 他就跑八进二吧 这个其实黑方就满意了 就是说黑方的角度就反先了 这个毫无疑问啊 因为这个马的效率不高 嗯 你撞三兵 我马三进六 然后来登你中兵 红方区 力也很快啊 所以感觉足迹音音呢 是比较正规的打法 但是赵金城就像你所说 他有他的理解 他跑八进五 对 他力量挺大啊 嗯 这个棋红方呢 可以考虑炮分尖刺对打 四川队历史上啊 嗯 从来没有得过冠军 男甲的冠军 对 当然说现在的四川队呢 也并不是都是这个四川本土的队员组成 他的四大主力啊 从头下到尾 本土的只有一个来自潘芝花的赵潘伟 赵潘伟 赵潘伟呢身体呢不太好 但是意识很顽强 是的 棋呢也下得不错啊 四川队的后起之秀 然后是来自河南的李少庚 李少庚 对 这个早年的就加入了四川队啊 对他也是去四川队很多年了 07年就去了这个四川队 应该去了时间比较长了 在四川队落后了啊 这个 那另外两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孟晨和汪洋都是其他队的队员啊 这个商界到了那里 所以说四川队呢 也非常渴望呢 夺取一次呢 这个男甲的冠军 因为男团的冠军 他们是 取得了取得过这个冠军了啊 所以说男甲冠军呢 也对于他们来讲呢 也是非常渴望的 所以这些 想法呢 带给队员呢 队员就压力比较大 是的 汪洋呢 这个作为这个主力来讲啊 他也肯定感觉到身上的重任很重 所以他在下棋当中呢 还是有一些畏手畏脚 从这盘棋当中呢 也是能够看出来的啊 这个棋呢 金炮一打 如果洪荒潇洒一点 就可以考虑飞炮打出去 这个炮呢 也未必就是到底怎么样啊 就肯定能占佣吧 也很难讲 你中途足 我就不过试 将来我军边的把你拉住 我觉得应该打出去 这效率的会不好 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弄险 他做不像 然后黑方再拱足 再拱足的时候啊 洪荒这个棋呢 汪洋肯定是很想走并三级 但是呢 他思考了良久 他就没敢走 这个还是有压力 这个棋我们来分享啊 如果冲三兵怎么样 但是旧棋日论 他应该是冲三兵 黑方最厉害的马进巴 拱 这个棋肯定不能打中族啊 记住这种棋 打中族他总是有反异将 黑方在马八进去 这个棋啊 就是黑方呢 有这种侧翼出击的这个手段 刘花你来看这棋 你说你走什么 你蹬你 蹬着炮 你是炮三兵四呢 还是冲一兵三呢 冲一兵三吧 你炮三兵四 他可能还是马脱进去 这儿等于你看 红方的子力就很尴尬 受挤压 你居一瓶三呢 他就炮五瓶酒 这种武器 对 就准备踩炮打马 那红方只能炮到那里 他还是马脱进去 飞方就是说这些 很强硬的手段 是 但是红方是不是就没剪呢 也不是 红方可以飞个高相 就是红方这个棋呢 看着呢有点不是很开心啊 这个就过了一个兵 但是被黑方的这个子力啊 有一些战术 然后呢 从心里来上呢 可能不是很情愿 对 这儿黑方呢也比较满意 所以说呢 这个红方呢 这个五项之后啊 他没有机会去冲这个兵 那这个棋应该走什么呢 可能最 最正确的啊 也是实战走法 对 不是 然后接下来黑方 先把中间补后了 然后再攻速 这个布局呢 就是说的两个人吓得很有意思啊 这个以往人都没有走过的 也是走了出一个 双方很针锋相对的这么一个阵型 赵金城呢 这个快期也非常不错啊 他这个反应挺快的 快期确实是一个基本功啊 再有一个跟反应很有关系 是 实战当中呢 走到这儿呢 红方呢 这个压力就来了 因为第一个上场的嘛 对 应该这个棋是走局一平四 然后再考虑将来怎么去进行 这个对象先手 他是怕他继续冲吗 他进去捉马 对啊 这个棋也很难讲啊 棋比较复杂 我们就不再细说了 就是从棋上来讲 应该是出局啊 这个棋就比较 对方性比较强啊 这个汪洋 谁也想不到他走到这儿 比如 这出名他感觉马进八 这个线路呢 他感觉不太满意 是 然后他呢 就是突然走了一马一圈 这个很让人惊讶 对 确实 我在看棋部的时候 我也很惊讶 对 这部棋明显是吃亏了 但是汪洋呢 肯定想先稳住阵脚 这个棋既然开始 没有走太好 不行 我先走稳一点 所以说这个汪洋 这个棋风呢 也是很有特点啊 从绝对好坏来讲 肯定是红旗是亏了 但是在实战当中呢 他呢又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就是这种取决当中的推进 对 让赵金城呢 从心理上来讲呢 他更有更多的渴望的取胜的这种因素 甚至后来赵金城呢 就是夸大了自己的优势 然后去大踏步的前进 结果被红方呢 反而呢 这个取得了这个战绩 那么赵金城呢 这次是代表了杭州队 杭州队呢 历史上呢 也没有夺过冠军 因为当然杭州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伍 但是杭州队呢 由于他这个其他的方面呢 做的比较齐全 他也是招揽了这个 包括这个第一高手 王天一 王天一在内的一些高手 所以他也是贯军有力的争夺者 那黑方赵金城呢 炮大退四 这对炮是先手 你要是对他杀军回头 那红方只能炮大退一 然后黑方呢 又走了一个马 七级五 这儿等于黑方在部署上 就已经便宜了 那红方呢 就只好当贺手下 来进行防御 然后他拘二级 这个拘二级一啊 这个赵金城啊 是想来攻这个马 实际上看来呀 没有任何效果 就是说没有手段 这期黑方应该走竹三级一 竹三级一这个起最好 你只能攻 黑方在博士 下步棋 十六级五好 十六级五 十六级五 十四级五也不是不行 但是十四级五这个闷弓啊 有潜在的危险 对 这二呢 给红方有一个难题 就我下步就马五级登出来 我就要走火马 我觉得黑方还是有反先的这个模样 好 但是这步棋没走出来呢 也比较不容易想到 他实际上走竹二级一 这双方呢就进行了这个 这一侧就有一些熬战了 对 然后准备把子力从右向左转移了 对 那么到底后边的战事呢 如何展开呢 对 我们稍后呢 来继续给大家的介绍 好 各位观众欢迎您回来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解汪洋对阵赵金城的对局 走到这儿呢 红方就居平尔出来 黑方居二平六 安定计划公马 红方就居二平保住 这汪洋走得很实在 对 这个其实黑方这个居过来啊 反而没有什么好这个用武之力了 他还是要考虑这个竹三级这些因素 他实际上就居住平八 对 他又过来 他觉得这个巴洛炮没跟着门 因为他掌居就是想这个连居 他只不过虚晃了一枪 对 我想这样也正常吧 他马回去了这么倒回来 他居掉过来 然后觉得说将来把这个居对了 对他那个马可能有一些威胁 对 然后红方马晋六 马晋六 对 因为红方不能再等了 不能再等着你 对他右翼施加更多的压力 对 因为黑方做好准备以后 将来就要发动这个攻势了 是的 这个棋呢就是比较复杂了 双方因为六个大子啊 没有队 甚至连一个兵族都没有队 对 它的变化就比较多 黑方可以考虑的呢 就是走足三级宿兵 这么对 你一拱掉 然后再足五级 就说是形成一个开花 兵五级一再冲 形成一个这个双方对攻的开花局面 嗯 这个棋业很难讲 这个 你马路进五 我就马三进五 然后这个兵呢就 马就向上登 对 总之了黑方的力很快 这个走法是比较可行的 但是实战当中呢 实战它足五第一 黑方呢可能就是夸大了 这个马五星六的这个优势 对 实际马五星六之后呢 也没有明显的手段 红方马六进五登掉 登掉 嗯 黑方马三进 踩踩了 红方并无心吃掉 这两个红方呢 顺势呢就把这个子力啊 这相机就走活了 展开了 本来刚才是动不了的 但是在红方呢 这种激攻下 反而红方显示了一些活力 嗯 这个棋就是说 黑方这个进攻的线路呢 不是很得到 啊 他走马五进六 但是临场当中啊 我事后这个分析啊 可能就赵金城觉得 这个马一圈 马二圈四啊 你走得太软了 对 然后我有机会了 我这子力就可以走得比较 加速前进 对 然后采取更积极的打法 对 但是这个棋呢 他由于黑方选的这个方向呢 并不是特别的恰当 而走到这呢 应该说 悄然之间啊 黑棋呢 反而啊 陷入了一些危机 但是临场 黑方没有觉察到 很难察觉啊 这个局面 因为他感觉 你这子力走得太重复了 对 我已经冲上来了 现在感觉黑方 还是在一个进攻的态势 感觉 对 他是进攻 但是他的物质 有很多损失 同方炮八平五一将 这个棋啊 这个中炮啊 雷行万军啊 嗯 这个单头炮 给你震上了 黑方这个棋呢 可以说呢 就不怎么 太乐观 嗯 现在黑方想求稳的下法 是不是可以炮八平五 跟他对居 炮八平五 那人家就对到你 对了 再吃掉 这个炮 吃掉我就把你打出去 哦 再打出来 这棋也是红的 然后再 红的多冰 我一个是 红的多冰 打到这 那我打掉你破三平四 就可以 我多冰啊 我物质有优势 比如说你知识 嗯 比如说是 我也打 我这个冰 我就打了你 你走破八平六 嗯 我就对掉你 对了 嗯 我们来看明下这边 我就跑他命死 这些黑棋没招 黑棋 没有 继续进攻的能力 这个三个子力位置啊 太好了 正好都卡 也给马卡住了 对 因为你进马 马四千二 我正好把你顶住 对 我将来多冰 我将来狙长长 然后这个 有机会把这三冰关破 嗯 感觉红方G8进三 长起来以后 这个子儿就 对 侧应过来 你过来打我 我就平上 你也没什么招 是 你G8平六 我就G8进三 你躲开 我再跑一平四 反正我就躲兵 我这个马就在这顶着你 你什么时候退 我就上 嗯 这个棋 变化下去 肯定是红方 多物质占有 嗯 所以说这个棋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所说 依然是红方 具有 一定优势 但是这个 当时呢 他也没有感恩不适 他就打出来了 打了 他胆子也比较大 嗯 这个赵金城呢 就说的 放着对方一个空头 实际红方呢 仍然可以打 嗯 你G8平六 也是对句 我就跑他名字 就搁在这儿 这些还真没什么招 嗯 这个棋 确实也很奇特 对 但是汪洋呢 一看对方呢 怎么空头也让我打了 他呢就没有 他就很顾忌 这个华十六 因为临场 对 临场下的时候 还是会对这个阵型 打完以后 还是觉得有些威胁 对啊 时间有压力 对 他来不及细算 因为他们这也是20加5的 对 所以红方呢就 到中复盘的时候 就很紧张了 锋芒内敛 我先吻一下 嗯 然后我再争取呢 看你这个什么态度 这个局面下呀 就是说整体上来看呢 确实呢 黑方呢 不好展开攻势 而且这个空头 现在面临空头炮 得解决一下 嗯 他来 他炮八戒一跟他对 嗯 好 张局 他是不是也有可能忽略了 黑方 红方这么保炮啊 嗯 他把他想说 把这个对了还挺好啊 嗯 那人家肯定不会这么对 我这空头炮 如果跟你对了 我就一点攻势没有了 那我 黑方就受攻了 是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棋反而呢 就只能 他现在也不能换 然后所以他足弃第一 对 先手 对 他在掌局 他足弃第一吧 他把这个局呢 就赶到边上去了 嗯 赶到边上去以后呢 主要是后边这个棋怎么办 是 客观的来讲呢 黑方的这个棋呢 也有很多战术机会 嗯 但是呢 需要这个时候冷静 对 就是走到这个 是最关键的地方啊 嗯 黑棋应该怎么下呢 嗯 我觉得他只能回把灯 哦 把炮赶走 红方只能炮不起一嘛 嗯 讲一步 我就G8平4过来 下步棋呢 G4进2 一个有G4进2 一个有炮8退1 啊 就是根据我 你的硬招 我来选这些 哦 这样将会对局 你要G8平5姜 我就知识 你G5平7呢 姜呢 啊 我们给大家整个摆一下 啊 知识 就姜啊 嗯 我一个是洛氏 嗯 洛氏呢 他是炮兔基尼 然后再加上那个中炮 嗯 他就直接 我像这些 我就送给你一个相吃 因为你这边的G啊 过不来 你不能把我那边怎么样 对 你杀一将我就电G 嗯 你退居 抬起来 我就G长起来 下不期准备出将杀你 嗯 这期红的呢 也不能太冷 是 虽然你多点物质 但是你这个G啊 对 暂时过不去 是 所以说这个局面 黑方呢 完全可以呢 啊 与红旺呢 继续争斗啊 嗯 但是实战当中呢 这个黑方呢 可能就没有想到这么多啊 对 没有这么怂 他呢 是打了两下啊 对 他平炮打G 打了两下 他 打了一下 然后他过来对中炮 他想要现在赶紧把空洞炮给解决了 对 这个呢 可能当时黑的觉得自己的子力啊 都在前面 嗯 我只要是把你这个空洞炮换掉了 嗯 我就问题不大 对 啊 但是呢 黑方呢 就是自己的阵型啊 是 还是存在一个小小的弱点 嗯 就说你毕竟摄像没补起来啊 对 有一些单薄啊 嗯 红方就抓住这个机会 红方去8平4 啊 觉得这不起挺好的 来 驰马 同时又准备啊 有这个叫吃抵士的手段 那么黑方选择马6退8 马6退7 继续退马对炮 让红方炮平1 它换掉 对 因为这个中炮 实际上这个机换的有点 有有点啊 不好 就说的 有点求稳啊 嗯 实际红方这个炮进一步 还是红方厉害 嗯 这个骑就是说 啊 红方的这个潜在的 有一些的手段啊 啊 还是这个炮还不给他解决 对 对 对 他炮平求稳了 因为汪洋啊 也是有压力 对 他也怕这个骑第一个商场呢 万一要是杀部车了 后面的骑手压力就更大了 他蹬掉 对 然后红方 炮子平2 打去 嗯 这个灯掉也走得粗糙 嗯 来 把炮放下 这个骑黑方 应该先石楼金虎补一手 这样 对 那个炮不用着急吃嘛 嗯 他居然在灯 你在马七斤九 然后这个后防线就更扎实一些 嗯 他先灯呢 也不致命 主要是后边的一步骑 对 这个地方呢 就是汪洋呢 这个冲认发挥了这个 在防御当中啊 来积极反击的这么一个特点 他平炮打送鱼 对 这个骑啊 赵文金城应该是早已经看到了 但是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是的 再加上呢 可能心情啊 嗯 会有一些气急落落 对 因为当时可能觉得这个骑士挺好 这个局面甚至有反击的机会 大有所为 但是通过这个汪洋呢 这个比较得当的防御呢 黑骑呢 没有取得一点便宜 但是他呢 这个时候心里有点懈怠 是的 实际上这个骑走马九九八呢 还是一个很漫长的展现 就是这个骑固然是红的略好一点 但是也好不了特别多 是的 这个地方呢 暂时得不了太多的便宜 嗯 还要需要继续的奋斗 嗯 赵金城呢 随手走的足夸平七 嗯 一招棋呢 这我们在实战对局当中 也是特别要小心的 一招棋呢 造成了千古恨 是 为什么千古恨啊 赵金城呢 这盘棋呢 就说的一败 把四川队呢 送上了冠军的宝座 是 杭州队呢 就说的夺冠呢 就当时 当时说后边还有几个选手 包括这个最后天一啊 也上场 上场以后呢 也是有机会的棋 树尾孟臣了 对 如果他赢了孟臣的话呢 应该说那个双方还有加赛的棋 是的 他没注意就是这步棋 先杀将 他肯定看到了炮打局 他觉得没事 但是人家先杀将以后 这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这个棋就是 对 因为你不能吃 他打将 抽局 两个局都丢了 这儿呢 等于红方不理 等于白吃一个事 这儿的黑方 他没办法 他飞个相对局 他就对了 他对掉 他吃回来 他一别 这个马就死了 对 所以说走到这儿 这个棋就结束了 就等于是双方在 对垒的当中呢 黑方呢 由于这个一个失误 就是由于心里的 这个压力太大呀 导致了一个低级的失误 这个棋呢 就红方呢 逐步呢 取得了这个 这个优势 做这个 对 点下来 三分一拱 他一拱 他拒六瓶七 马四分一 他一吃 吃回来 他一拱 他一拱 他退炮 他拐二架 拐二这个马就捉死了 马就被 后边呢 他走了几个 但是最后呢 就是 都是 冲嘛 关系不大 他就下降 他又拱了 拱了 他吃 他一手泪 他拒有瓶六 拒有瓶六 他一抓 他退炮 他一叫 老象 对中马 嗯 再来老象 一叫 这样飞象 进马一走 这儿走到这儿 他就黑方 就不再下了 对 但是最后 我们摆得比较快 他什么招法 都没有太大关系 对 就说红方呢 最后是多次 黑方主动任赴 对 应该说呢 这盘棋呢 对这个冠军队啊 最终的走向 还是有 对 特别是第一盘棋 当然比赛的总是残酷的 对的 冠军总有一个 那么也祝贺四神队呢 首夺 这个向脚的冠军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呢 就为大家呢 讲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